本周要介绍的畅销书是获得博客来七日畅销榜第29名 成品出电双周畅销榜人文社科类第4名 书名叫做《连结》 从实际时代到AI纪元 作者哈拉瑞 译者林俊宏 出版社《远见天下》 出版日期2024年9月10号 内容简介 故事引领我们走在一起 书籍传播我们的观念和神话 网进网路承诺会提供无限的知识 演算法了解了我们的秘密 然后我们就互相对立了 现在与未来AI将会做什么 哈拉瑞的新剧作《连结》 以激励人心的方式 讲述了我们如何走到这一刻 以及现在必须做出的 有关生存与发展的急迫抉择 连结透过人类大历史的长镜头 检视资讯网路与资讯流 如何将我们带到AI纪元 哈拉瑞引导我们走过石器时代 经历圣经正典化 印刷术的发明 大众媒体的兴起 以及民粹主义的重燃 点点点点 例举了罗马帝国 秦帝国 天主教会 苏联等体制 如何利用资讯技术来实现目标 无论是好是坏 资讯既不是真理真相的原料 也不只是权力与武器 连结探索了许多极端之间 充满希望的中间立场 在铁幕落下 细目升起之际 重新发现我们共有的人性 封面鸽子图案的意义 鸽子是电报发明以前 最快速的资讯传递工具 在圣经故事里鸽子 橄榄枝与彩虹 都是象征和平与宽容的符号 本书第一章资讯是什么 提到1918年的军信鸽 谢尔阿米 交常的历史事实与虚构故事 正代表了人类大历史的本质 作者简介哈拉瑞 历史学者 哲学家继畅销作者 著有人类大历史 人类大命运 21世纪的21堂课 以及人类大历史知识漫画 与少年读人类的故事 两套从书 公认为目前世上影响力 数一数二的公共知识分子 哈拉瑞于1976年 出生于以色列海法 2002年在牛津大学 取得博士学位 目前是耶路撒冷 西伯来大学历史系讲师 也是剑桥大学 存在风险研究中心 CS12特品研究员 他与丈夫雅哈夫 共同成立了一间公司 这是一家着重于教育 与媒体领域的社会影响力企业 内容试读 AI为何会对人类生存造成威胁 许多专家警告 AI正对人类生存造成威胁 但也有其他专家认为 这种警告是其人忧天 如果今天讲的是核武 大家都很清楚危险所在 但讲到AI就很难看懂 这究竟是危险在哪儿 从工业革命的历史 就能帮助我们了解这场新的 AI革命与生俱来的危险 许多专家警告 AI崛起可能使人类文明崩溃 甚至是人类物种灭绝 一项2023年的研究调查了 2778名AI研究者 结果也显示 有超过三分之一认为 先进的AI有至少10%的几率 会造成等同于人类灭绝 一样的可怕结果 2023年包括中国、美国与英国在内 有将近30个国家政府 签署了关于AI的布莱切利宣言 其中就承认 从这些AI模型最重要的功能 可能有意或无意的 造成严重甚至灾难性的伤害 对某些人来说 可能觉得这些警告就是启人忧天 每当出现强大的新科技 都有人焦虑世界末日就要来临 举例来说 当初随着工业革命进展 许多人都担心蒸汽机和电报会摧毁人类社会 毁灭人类的幸福 但到头来 这些机器生产出了时尚最富足的社会 时至今日 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都比18世纪的祖先好多了 像是安德森、库子威尔 这些热情拥抱AI的人都保证 各种智能机器绝对会比过去的所有机器 带来更大的好处 他们说有了AI 人类就能享有更好的健康照护、教育与其他服务 甚至还能协助拯救生态系统 免于崩溃 遗憾的是 只要看历史看得仔细一点 就会发现人类确实有充分的理由 该对强大的新科技抱持几分畏惧 就算这些科技到了最后的最后是力大于弊 但在那个快乐结局之前 往往得先经历百般磨难与考验 新科技之所以常常带来历史上的灾难 并不是科技本身有什么问题 而是人类得花点时间才能学会善用科技 工业革命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工业技术在19世纪开始传向全球 颠覆传统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结构 仿佛打开一条道路 让人类有机会创造出更富裕平和的全新社会 然而要学习建立一个良性的工业社会 绝没有那么简单 得经过许多昂贵的实验 还得产生数以亿计的受害者 其中一项昂贵的实验就是现代帝国主义 工业革命从18世纪晚期英国开始 到了19世纪 从比利时到俄罗斯等其他欧洲国家 再加上美日两国 也纷纷采用了各种工业技术与生产方法 这些工业重地的帝国主义思想家、政治家与政党 得出的结论认为 唯有帝国形式能够撑得起工业社会 他们认为不同于传统的农业社会 新兴的工业社会十分依赖外国的市场与原物料 而唯有帝国能够保证满足这样的需求 帝国主义者担心 如果国家走向工业化 但没征服任何殖民地 一旦碰上更无情的竞争对手 就无法取得重要的原物料与市场 有些帝国主义者也说 取得殖民地不仅是殖民母国的生存所必需 甚至对当地人民也有好处 他们声称 唯有靠着帝国体制 才能把新科技的好处带到所谓的未开发世界 于是英国、俄国这种已经属于帝国体制的工业国家 开始大幅扩张 至于美国、日本、意大利、比利时这些国家 也显得兴致勃勃 工业军队配备了量产的步枪与火炮 以蒸汽动力来运送 以电报技术来指挥 从纽西兰到朝鲜 从索马利亚到土库曼 横扫全球 数百万计的原住民就这样看着自己的传统生活 被工业军队的巨轮碾过 要等到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苦难之后 才让大多数人意识到 工业帝国这个主义有多糟糕 也发现其实有更好的方法能建立工业社会 确保取得必要的市场与原物料 关于如何建立工业社会 史达林主义与纳粹主义也是两场无比昂贵的实验 史达林与希特勒这样的领导者认为 为有极权政体能够充分驾驭工业革命释放的巨大力量 在他们看来 想在工业世界生存 就必须用极权体制来控制一切的政治 社会与经济层面 而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史上首见的总体战 就是民政 但就好的一面来看 他们也认为工业革命像是一个熔炉 容去了所有先前社会结构的人类缺陷与弱点 有机会创造出完美的新社会 成员都是纯净完美的超人类 为了创造这个完美的工业社会 史达林主义者与纳粹分子 学会了怎样以工业化的方式来残杀数百万人 火车铁丝网与电报命令配合无间 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杀人机器 如今回顾过去 大多数人会觉得史达林主义者 与纳粹分子的作为让人惊骇莫名 但在当时却有几百万人 是觉得他们眼界高远 令人着迷 在1940年 很容易会觉得史达林与希特勒 是成功驾驭工业技术的典范 至于那些犹豫不决的自由民主国家 只能等着被丢进历史的垃圾桶 正因为各方对于如何建立工业社会的看法不一 就造成了代价高昂的冲突 两次世界大战与冷战 就像是一连串关于谁是谁非的辩论 各方都能互相学习 尝试用新的工业方法来发动战争 但在辩论的过程中 就造成数千万人死亡 人类差点自我毁灭 除了以上这些灾难 工业革命也破坏了全球生态平衡 导致一波物种灭绝 在21世纪初 巨星每年有高达58000种物种灭绝 从1970年至2014年 脊椎动物族群总数减少了60% 人类文明的生存也受到威胁 直到现在 我们似乎还是没能建立起一个 生态永续的工业社会 我们这个世代得意洋洋的繁荣景象 背后恐怖的代价 都得留给众生与人类的子子孙孙来承担 或许人类总有一天会找到办法 也许正是透过AI的协助 打造出能够生态永续的工业社会 但在那之前 工业革命的成败仍然有定论 如果暂时无视生态系统受到的持续破坏 或许人类还是可以先安慰自己 想着人类毕竟总是学会了 如何建立一个比较慈悲良善的工业社会 过去的帝国征服 世界大战 种族灭绝与集权正体 都是一些可悲的尝试 已经让人类了解实在不该有这些作为 等到20世纪末 有些人或许觉得 人类至少大致上还走在对的方向 即便如此 这给21世纪传达的讯息 依然并不乐观 要是人类得经过这么多可怕的教训 才学会如何管理正气动力与电报技术 现在还得再付出多少代价 才能再学会管理AI 比起蒸汽机、电报和所有过去的科技 AI不但可能远远更为强大 也远远更加难以管理 因为AI正是史上第一个能够自行做决策 创造新想法的科技 AI不是个工具 而是能够做出决定的行为者 在过去 机枪、火枪、原子弹 虽然能够取代人类的肌肉来杀人 却无法取代人类的大脑来决定要杀谁 被投在广岛的原子弹、小男孩 爆炸威力相当于一万两千五百吨的TNT 但脑力却完全是零 什么事都无法决定 AI就不一样了 就智能而言 AI不但远远超越了原子弹 更超越了像是泥板、印刷机、收音机 这些所有过去的资讯技术 泥板能够储存关于税务的资讯 但无法自行决定要收多少税 也无法发明某种全新的税务 印刷机能够复制圣经这样的资讯 但无法决定圣经要收录哪些文本 也无法对这本宗教经典加上新的注视 收音机能够传播政治演讲与交响乐等资讯 但无法决定要播放哪些演讲或交响乐 也无法创作演讲或交响乐 AI则是能够做到这所有一切 甚至是创造出新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从威力无穷的核弹到无比要命的传染疾病 过去的印刷机或收音机 只是人类手中的被动工具 但AI正在成为一种主动的行为者 可能得以摆脱人类的掌握与理解 主动形塑社会、历史与文化 或许人类总有一天能够找到办法 让AI不至于失控 真正为人类带来福利 然而人类在这之前 是不是又得再次经历全球帝国 集权政体与世界大战的循环 更能搞清楚如何善用AI 而且比起20世纪的科技 这些21世纪的科技更具威力 我们能办错的空间也更受限制 在20世纪 人类在工业技术运用这门课上 可以说只拿了个60分 勉强地空飞过 但在21世纪 过关的门槛高得多 这次可得表现得更好才行 以上就是本周介绍的畅销书 书名叫做《连结》 从石器时代到AI纪元 作者哈拉瑞 译者林俊宏 出版社远见天下 出版日期2024年9月10号